請問狗狗安撫情緒 蘇格蘭牧羊犬A卡抵抗禁榮 主人Andy費了一番功夫才成功 畢竟從德國飛回臺灣十四小時起跳 難免不放心 其實毛小孩上機後 一般都會放在貨艙內散火區 會和部分行李同放 但機師透露有機會面臨 溫度過冷或過熱問題 新型機種 客艙能間接控溫 機長也能透過儀器得知溫度 但入住款機型 貨艙沒冷氣 外面溫度三十五度 裡頭可能飆破四十度 或是上機前機坪處 溫度恐怕還會破五十度 對寵物而言很難受 像我們出去真正比賽的時候 人辛苦 但是寵物尤其在檢疫一定更辛苦 有耳聞過就是寵物 如果是進到貨艙 他如果沒有恆溫恆壓的話 會有危險性 所以一開始我們在訂機票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有跟航空公司砍風 訂機票再三確認外 即時建議兩爽季節運送之後 好也要避免十點後太陽震熱時 除此之外建議挑選廣體客機 也就是大型飛機搭乘 其他限制考量天氣 和寵物體質關係 夏季東南亞航線 禁運呼吸道狹隘的寵物 例如扁鼻犬貓類 或是禁運品種 如具有攻擊性獵犬等 空運寶貝寵物事前作業要做足 減少漢史發生機率 三弟兄黃雲帆 羅佩玉台北採訪報導 同意 大閆